名以食为主 在世界只要有吃的地方 就有这种的聚集沟通 因为饮食文化 也把世界各地的民族都融合在一起 有着23年厨艺经验的王宣生 是新加坡一所著名厨师学院的资深厨师讲师 为了赴一场美食的约会 这个五月 他和来自亚洲各国和地区的200多位美食精英来到了成都 成都这是我第一次的拜访 所以我心中是非常的期待 王宣生此行还有一项重要任务 体验成都饮食文化 并将在成都的所见所得带回新加坡 分享给他的学生们 初来乍到 迎接王宣生的是一桌最地道的成都价业 这是什么呢 牛肉焦饼 这是成都一道著名的小吃 开水白菜配牛肉焦饼 它跟我们叉叉酥很接近 公饱雪花牛 开水白菜 麻婆豆腐 家宴上的这16道菜品是由近6万成都市民投票 并综合多位川菜大师的意见挑选出来的 这是热情好客的成都人给远道而来的朋友们 线上的一份诚意满满的见面礼 百文不如一件虽然在新加坡川菜不是一个很陌生的菜市 到了国外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川菜当地化 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失传一些根基 而我也非常享受道地的川菜 对我来说是一个文化上非常大的转变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王宣生 从小在多元饮食文化的浸润中长大 17岁就离家学习厨艺的他 曾在美国 澳大利亚 英国等国深造 并获得了西伦敦大学烹饪艺术与商业管理硕士学位 而他对厨师这一职业的向往 源于一位儿时的偶像 八岁之后我就非常确定 我自己本身很想当一个厨师 我的启蒙教师 曾文达大师 因为我从小就非常爱看他的厨艺节目 这个过程就给我很大的一个的启示 王宣生口中的曾文达是希望成都的老朋友了 作为著名美籍华裔中国菜厨师 曾文达开办了一档全球知名的烹饪节目 《真能煮》 并担任了节目的主持人 两年前 曾文达曾率设置团队来到成都 制作了13期探寻成都美味的系列纪录片 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真的是难以想象他的学习这种的毅力跟精神 但就有我的学习的目标 所以这一路走来的时候 我都把他的这个左右的名 那个就是slogan 为了能像偶像 真能达一样 深入了解程度的饮食文化 王宣生准备先从川菜的历史入手 川菜很巴士 你知不知道为何中国人都说 那些人喜欢吃的烤鱼 因为温度 是因为温度 我们可以试吗 但夜间太大了 那个刀好大 师傅 可以拿一下那个刀看是有多层吗 所以 大家可以试试 去建设这个天 太大了 哇 它挺开心的 你试试吗 试试 大家都试试 坐落在成都市西郊的成都川菜博物馆 是世界上唯一以菜系文化为陈列内容的活泰主题博物馆 在这里 成都三千多年的饮食文化 尽收眼底 成都做得非常好 就是把所有的家乡味都国际化 他们也认为说 应该把最好的东西都传承于下一代 我最期待的环节 就是我们会跟这个川菜的师傅 一起去学习做这个公保鸡店 川菜烹调的烤人之处 是对火候分秒之间的掌控 而这只有上手操作才能领悟 厨气 哇 没有电 好参与 好参与 他的细腻度呢 也非常考验师傅们 拿捏那个火候 人生第一次炒这个公保鸡丁 还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幽远深厚的川菜文化 刺激的川香麻辣体验 让这位擅长西式烹饪的主厨 对即将到来的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 明厨会活动产生了一个新想法 他立即决定去一个地方 就是你们的那个四川 青花椒 那我要姜 老板娘有没有葱 阿姨好了 帮我结账 八块钱 八块钱 哇 好呛笔啊 嗯 哇 好辣 这样子你给我一两吧 OK 谢谢 那这一次买这个辣椒面 具体怎么做 就请大家近期期待 汇聚了18位亚洲顶级大厨的名厨会 如约而至 两小时后 这些来自中国 日本 韩国 以色列 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的名厨 将在现场呈现代表自己国家的 风味菜肴 我们要预计在四点钟 我们一定要往上来做 不要去蒸这个白米饭 香茅 椰姜 香叶 南姜 这些颇具南洋风味的食材 是制作椰姜饭中必不可少的配料 椰姜饭正是王宣生心中 最能代表新加坡饮食文化的一道菜 这份椰姜饭只是一个开始 今天上午 王宣生要完成150份这样的椰姜饭 为名厨会现场的150位宾客提供午餐 距离上台展示只剩不到一个小时 王宣生能顺利完成150份椰姜饭吗 而在成都菜市场里购买的当地食材 又像如何被巧妙地融入到 这道椰姜饭中 接下来有请来自新加坡的王宣生先生 有请 可以把成都一些的成分混合了在我的椰姜饭呢 那我想了想了之后呢 我就说好吧 那我就把这个辣椒粉撒在我们的椰姜饭 帮它提味 王宣生精心烹制的150份南洋佳肴也出现在了成都的餐桌上 获得了各国时刻的赞许 很香 这个是表弟到新加坡做得非常好 就很熟悉的味道了 除了王宣生的椰姜饭 成都私房菜名厨兰桂军的大刀金丝面 日本餐厅主厨 颜味客室的鲑鱼寿司配孟婆汤 韩国名厨杨永津的海鲜大酱汤等 17道各具风味的亚洲美食 纷纷呈现在来自全球的餐饮界大咖面前 这次的交流能够帮助我在未来的日子 这次的交流能够帮助我在未来的日子 当我跟学生分享起这个川菜的起源 跟它的定义的时候 那我会更加有自信的能够告诉学生 它的由来 它的过去 现在跟未来的展望 食为天性 走进一座城市的最佳方式 就是与这里的食物亲密接触 这场美食盛会 让亚洲不同的饮食文化相聚以此 用一道道美食 编织起了亚洲文明 交流互建的多彩纽带